这里边这张图是前年在北京大学拍的 从北大毕业的同学可能都知道 这是北京大学的五次操场 现在的北京大学心理认知科学学院 是在最高的这种楼上 心理学院目前在这种楼上占有五层的空间 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在老的哲学楼上面 最后大概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会搬入这栋最高的楼 将会占这个楼的十层的空间 旁边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校长办公楼 校长办公楼在装修 这个应援大厦目前是校长办公的地方 再往左边的话就是丘德巴地狱场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报告 在本科生的课上就是直觉与 感觉与直觉症课上呢 我们都知道叫选择性养育实验 在这个实验里边的话 在Blake Mow Cooper在1970年的时候 把这个猫童出生以后 养在一个垂直朝向的环境里边 那么这个猫呢 它的头被固定住 所以它在这个猫童出生以后呢 看到的视觉场景呢 只能看见这种垂直的朝向 那么这个猫在稍微长了一段时间以后 去记录它视皮层的 对各种朝向的选择性 会发现这个猫呢 它的视皮层上基本上都只有 所有的神经元都是对垂直朝向 左右的方向的朝向的进行 进行tune 或者进行反应吧 几乎找不到对水平方向 进行反应的神经元 那相反呢就是 有如果在一个猫在一个水平环境中长大 那么它的V1的神经元 大部分都是对水平的朝向进行反应 很难找到对垂直方向进行反应的神经元 所以Blake-Mauge和Cooper这个实验呢 就说明了 视觉发育有一个关键区 关键区呢 这里边呢 其实脑都有极强的可塑性 那么大家一般都会认为说 我们大脑的可塑性 尤其是感知觉系统的可塑性 一般是在视觉发育关键区 尤其在人或动物非常小的时候 但事实上呢 你用一个在感知觉研究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实验方式 就是知觉学习 它知觉学习是指说 如果你对一个任务进行反复的训练以后 你可以提高你这方面的视觉能力 因此呢 它是一个比较流行 对用来研究成人大脑可塑性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模型 所以这个知觉学习呢 它其实是可以在很多层次上起作用 比如最基本的Vernia Acuity 可以对他的判断这两条线的是不是对齐了 经过学习呢 可以进行提高 对影像科的医生 有经验的影像科的医生呢 可以非常快速的找到 那个黑箭头所指的部位 那个地方有一个肿块 那么在视觉的最高层呢 当然是面孔认知了 面孔认知的话 我们里面有一个Otherous effect 就是说我们对本族面孔的知觉的效果 要比对异族面孔效果的知觉呢 要好得多 但是这种Otherous effect呢 甚至呢 可以被我们用对面孔的知觉学习呢 来改变 我们可以对本族面孔的知觉 和对外族面孔的知觉的效果呢 基本上可以差不多 这是介绍知觉学习的一个 几个例子吧 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视觉 通过练习呢 都可以提高 而且这种提高呢 是一种非常稳定性的提高 有的研究证明说 有些基本的视觉能力增强 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 那么关于知觉学习的话 神经济世的话 在早期的时候 有很多模型 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知觉学习是需要反复的训练 然后在猴子上面做呢 也不是特别好做 在人上面做呢 也需要反复的扫描 所以知觉学习的神经济世的研究呢 其实在我们十年前 我们实验室十年前 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太多 那么基本上很多的实验数据呢 基于的行为学的人很多 而且呢 这些数据呢 就是大家争论也很多 有的实验可能可能就是用 数量非常少的倍式 去下注一些比较强的阶段 所以说最后呢 大家有很多争论 比如简单的争论 就是有早期加工理论 早期加工理论主要是说 对视觉神经元 它的tuning property进行锐化 而是早期视觉神经元的选择性呢 会更强 经过训练以后 这是早期早阶段的理论 对于晚阶段的理论呢 他认为呢 对于知觉学习 对感觉皮层 比如视皮层 它的神经元的属性呢 并没有改变 它改变呢 是对不同视觉通道的 权重的改变 那这种权重改变呢 主要是由这个决策区 来进行 来进行那个 来进行改变 叫re-waiting 好 那么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呢 就是一下面研究 全会设计到大家都知道 FMI和TMS 一个是记录脑活动 另外一个是 对就是脑活动进行刺激 做一些因果的研究 那么我们的视皮层呢 就是从左边这张图呢 秀出了早期的和中期的 视皮层 右边这种秀出了大概的高级视皮层 那么人类的视皮层呢 大概有20多个视觉分区 这些视觉分区组成了一个 我们异常复杂的视觉系统 在视皮层上 它有相对来说 都有自己的功能特异性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看 就是初级视皮层 可能对朝向进行更多的特异性 背侧通路像V3A 对对运动进行反应 中级视皮层呢 可能像V8V4 对一些形状进行反应 那么高级视皮层呢 在下腻液呢 对物体和面孔进行反应 所以视皮层呢 它有相对的就是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我大致把那个我们实验室 最近过去十年里面的 视频学习稍微比较重要的一些文章 跟大家过一下 那么最早做的实验的话 是B太勇 我的第一批博士生吧 在做的面孔直觉学习 这个面孔直觉学习呢 它是我们做的是 面孔朝向的直觉学习 那么我们人对面孔朝向 本身呢就是非常的敏感 那面孔朝向稍微变一点呢 我们就知道面孔的方向变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 对面孔各种侧面的直觉 对于我们识别一个三维的面孔 那很重要 因为我们无论从 从正中正前方看一个人 从侧面看一个人 它二维的图像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快速的构建出 它的三定表情识别出这一个人 所以说呢我们是特别想知道 就是面孔这个朝向或者面孔的view 经过学习以后 它的在引起批评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里边讲一个 就基本的直觉学习的流程 我们用的视觉刺激呢 是正脸零度的 侧脸三十度的 还有侧脸六十度的 三十度呢是一个我们训练的脸 零度和六十度是作为一个控制的脸 在B这里面描述了整个的实验流程 这个灰色的这个表示这个 我们训练的天数 以后训练了八天 每天训练一个多小时 我们用黑色呢 表示用在训练前用FMR做测试 然后白色呢是心理无学做测试 那么训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用C这里来看 那C里面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张图 200毫米呈现一张面孔 它是三十度 经过600毫米的空白 然后再200毫米的第二张面孔 第二张面孔可以是28度 也可以是32度 那背试的反应就是说 第二张面孔相对于第一张面孔 它是向左偏还是向右偏 就在深度水面是怎么偏的 那么经过八天的训练的话 你可以看到D这张图里面 在八天里面 它的知觉的预线呢 是一直在下降的 就说明一开始呢 背试可能是需要两只脸差四度 才能看清楚 它是向左偏向右偏 结果八天训练以后 它只需要2.5度 就可以知道它是向哪个方向偏了 那么我们在训练前和训练后 我们测量0 30 60 这三个角度的预线 我们可以发觉在30度那地方确实有区别 就是pre 白色的 它预线值比较高 然后post 1就是训练后立即测 到post 2 在一个月之后再测 post 2为什么加上去呢 是为了看它这个测试的保持的 就是知觉效果怎么样 那么可以看到从post pre到post 1 post 2 它是一个明显的下降 它这个下降只发生在30度 在0度和60度那地方没有发生 所以0度和60度这个本身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control 那么FMR measure的话 我们就是两种最简单 第一种就最简单的 看各个面孔区域的信号的 总体强度的变化 就单变两个东西 或者MVPA MVPA我们是计算 把呈现面孔 然后又发出来的空间模式 然后再呈现面孔 再记录一次一方模式 看这种空间模式之间的相关系数 那么我们如果根据这种方法呢 我们分析得到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关注就是 学习能不能引起 BOLD信号的增强或者降低 我们确实呢 在大家看A这张图里面 在左侧的LFFA和右侧的FFA RFFA信号确实会出现升高 但是呢这些升高呢 跟行为结果的没有什么相关 然而呢 如果你要是做这个Pattern Correlation 这Pattern Correlation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经过训练以后 空间模式活动模式的稳定性 是不是提高了 如果它系数这个Pattern Correlation越高 它的空间活动稳定性的越高 我们可以发现左侧FFA呢 在它经过学习以后 它的稳定性增强了 而且这种稳定性增强的和行为上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在C和D里面呢 画出了心理物理学和脑活动模式的相关性的 活动相关性的相关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你学的越多 你的大脑活动呢 到经过训练完之后呢 它的稳定性呢提高的越多 那么这是我们在FMR里面一个基本的发现 在我们当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研究说 你经过训练可以改变灰质的厚度 我们就试图去探讨 就是经过这个训练以后 就皮质的灰质的厚度 能不能发生改变 我们发觉呢 在左上角这张图里面呢 其实是发现没有改变的 但是我们发现应该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在左侧的FFA LFFA这个地方 它的皮质的 皮层的灰质的厚度 在训练前 可以预测背是在未来能学多少 它知觉训练并没有改变它的灰质的厚度 但是训练前的灰质的厚度 可以预测你能学多少 那么这是在FMR结构下 我们所发现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Summary就是 说有一个 首先我们在结构像上发现 如果左侧输转回的区域 它的越薄 它可以预测背是在未来学的越多 另外呢 在功能上我们发现呢 在左侧输转回 它的空间活动的稳定性 和我们的学习效果密切相关 如果越稳定的话 经过如果学的越多的话 它的空间活动的稳定性会提高的越多 那这是我们实验室里尝试做的 第一个FMR实验 下面我们的实验呢 就是会讲连续两个实验呢 在2015年的Neural Image 大学和2017年的Human Brand Mapping 以及2016年的PMS上面 都是有主要是陈宁宏做的 他是做运动之类学习 那么面孔很重要 运动呢也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里面可能秀不出来 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这是一个动画吧 就是我们在讲这100% Cohent Motion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当这里面所有的点 都往一个方向运动的话 你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这个点是往一个方向运动的 但是如果这群点里面 只有40%的点 往一个方向运动 其他点都是随机的 那么我们承诺为 这叫带噪声的运动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挺难去智觉到 他的运动方向的 我们看对这两种运动 刺激进行学习会发生什么 那么简单的这个实验的流程 也是这样 我们背试也是经过 也是8天的学习 学习前是pre 学习后是post one 然后两周以后呢 我们让背试去学 分辨这两群点 在时间上交替呈现 这两群点 他的运动方向 是向左偏还是向右偏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这个结果 就是行为学的训练效果还是很好 我们看A里边 这8天的训练的时候 他的背试的直觉预线 是逐渐下降的 非常稳定 如果你算pre和post的话 他 他的 这里面看下选 我们在选择训练方向是这个 右下角这个 这个8个黑色 黑色箭头中的任何一个 比如我们选 我们选红色的作为一个训练方向 三个绿箭头的方向代表 三十六十九十是一个控制条件 你看到这个控制在这个控制条件里边 在训练条件里面的红色的这块里面 背试的提高量很多到40% 都远远大于没有训练的三十六十九十这个方向 那么直接学习还是非常有特异性的 那么这里面分析的单变量分析 多变量分析 多变量分析是基于一个是 decoding分析 还有一个是encoding分析 最后一个脑网络分析是一个就是 DCM分析 我们特别关注运动的敏感脑局 V3A MTGR和IPS 那么在单变量分析里面 这个Bold的信号它本身是 信号变化是在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从pre post1 post2 A里面秀出了原始的信号的变化 在B里面呢 我们定义一个learning modulation index 这learning modulation index 其实是说在某一个脑区 训练的角度诱发的Bold的信号 相对于没训练的角度的信号 它是怎么变化的 那么这个是真正是learning 所以我们发现在V3A 在立即后测的post1的时候 它有个信号下降 但不幸的时候 这个post1的下降到post2的时候 立马又回归到机身水平 那么我们接着下面用decoding analysis 就是大家知道FMR decoding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发觉训练呢 到底是改变了什么 它其实是增强了V3A这个区域解码的概率 对运动朝向的解码概率 这个解码呢 不仅在post1出现了 也在post2出现 然后这个V3A为什么会出现 就是decoding的准确性会提高呢 那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也用encoding model我们来探索 就它是不是这对某一个朝向训练朝向这个tuning function 它进行在变窄了 那么我们用一个一些经典的就是HeaderSurance他们做的encoding model 去测量训练前和训练后对训练朝向和非训练朝向这个tuning function 那么我们这里面画出来了一半的tuning function 因为这个tuning function本身是对称的 我们画出了V3A 我们在V3A发现V3A这个区域啊 它的黑色是代表训练前的 红色和绿色代表训练后的 经过训练以后在训练的朝向 它的tuning function是变窄了 但是在没有训练朝向的 它的训练朝向呢 其实是训练的tuning function的宽度呢 其实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好这个是呢 我刚刚讲的是对某一个脑区本身的分析 下面呢我们到一个脑网络分析 脑网络分析呢 我们在运动加工几个关键脑区 IPS是一个运动决策的 V3A和MT是对运动加工的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是构置设置了Fit Forward Model Fit Back Model和Record Model 我们用这个BS的方法呢 测得这个Fit Forward Model呢 是可以用最少的参数 去最大化的去解释我们的数据 那么在这个连接性里 我发现什么呢 就是在相对于训练前 训练后呢 其实是增加了V3A到IPS的Fit Forward 的连接强度 无论在Post E和Post II呢 都是显著的 那么随后呢 我们需要去构建一个心理物理学和FMR测量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边呢 P呢是一个行为学的解决效果 B呢是指V3A这个区域的Tuning Bandwidth的变化 C呢是代表V3A和IPS的Connectivity变化 那么你用一个简单的二元一次的回归 就发觉Tuning Bandwidth的变化和Connectivity的变化呢 可以很好的解释行为学的变化 但如果你任何一个单变量的话 B和C的话 都不可以很好的解释 这个Behavioral Improvement 上面我们讲的就是所有的研究呢 都是用百分之百可恨人的模型 就是纯运动信号的 他是发现V3A在加工纯运动信号里面的 的作用呢非常强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用下面的紧接着是用看这张策略 是看到发现的是MT加 其实是对带噪声的运动信号进行加工 就40%的噪声运动信号 所以我们在这两张 NeuroImage Hinward Brain Map 这两张文章呢 就是发现两个东西 就是对于智觉运动智觉学习来说的话 V3A是加工百分之百 可恨人的模型 就是加工纯运动信号 MT呢是加工40%的 可恨人的就是在造成的信号 这是我们在这篇两篇文章里面 建立的一个结论 就是智觉学习是什么呢 它既是感觉皮层的信息呢 进行了优化 而且呢它优化了感觉区和决策区之间的 连接或者权重 对于早阶段理论和晚阶段理论呢 都提供了证据的支持 第三个这篇PNS文章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发现 我们原本并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是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讲了V3A是加工百分之百 可恨人的Motion MT加工百分之四十的可恨人的Motion 那么似乎呢这两个区域呢有它不同的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是功能特异性 那我们就想训练不仅仅是改变一个区域的功能 但它能不能改变一些世界区域的内在的功能特异性呢 就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用V3A经过训练之后 替代MT加的功能呢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发现这是可能的 这里面当然我们用了就是 就是有三个Pulse 连续的三个Pulse 在A这里面看Training是二到六天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训练是什么 训练是一个百分之百的Cohenet Motion 我们Test是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百的Cohenet Motion 我们在训练前呢做了一个TMS试验 在训练后呢也做了一个同样的TMS试验 我们看这两个TMS试验经过训练以后 有没有什么差别 但心理物体结果的话 你训练百分之百Cohenet Motion的话 它的预线是降低 这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你可以发觉 百分之百的训练百分之百Cohenet Motion 它的学习效果是可以迁移到 百分之四十的Cohenet Motion 这个也不奇怪 那么TMS试验发现了什么 我们可以先看上面一行 就是before learning 上面一行这两张图 如果我们用去抑制V3A 会发现背试对百分之百Cohenet Motion的直觉呢 会下降 对百分之四十没有影响 但如果你用TMS抑制MT加 对百分之四十的Cohenet Motion的有影响 对百分之百没有影响 但是有趣的结果是在learning以后 学习完以后呢 你用TMS去抑制V3A 发现对两种运动的信号呢 都有影响 但去抑制MT加的话 对两种运动信号呢 都没有影响 那么下面就是接着我们就做了一个FMR的研究 我们看所有的视觉区在经过训练前和训练后 对两种视觉刺激的表征的精度到底是怎么样 在训练前V3A对视对百分之百Cohenet Motion的表征是最好的 MT对百分之四十的表征最好 但经过训练完以后 V3A对两种刺激的表征都是最好的 MT呢就退居刺激了 所以这个研究是其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跳到这一章 就训练前百分之百Cohenet Motion 它是经过V3A加工的 训练40%是Cohenet是通过MT加工 但训练完之后呢 两种运动都是通过V3A加工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V3A呢 替代了MT加的功能 下面一些相关分析呢 我就不讲了 就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一个Summary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训练百分之百Cohenet Motion 可以增强V3A的功能 V3A功能一直增强到一种什么程度呢 它可以替代MT加的功能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知觉学习不仅仅是像我们传统上认为的 它只是对脑区功能一些微调 它可以从本质上改变某血脑区的功能特异性 这是第三个研究 第四个研究呢 我们就是于庆林做的一个研究 就是做的更加的tough的一个实验 是2016年的Current Biology的文章 我们做的是一个叫Contrast Detection Learning 以前有很多人就认为呢 就是Contrast对比度呢 是没有办法去学习的 它是人一个视网膜上的LgmV1的 一个非常非常固有的 原始肯定条件学习 但是我们发觉呢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 我们看C这里边 经过一个月的学习的话 辈hower是可以学的 那我们辈 saber训练是什么 当然可以看B这里买 B这里边的话 第一个interval是200毫秒 然后有一个blank 下面一个interval是200毫秒 第二个interval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弱的刺激 让贝斯判断哪一个interval 包含一个低对比度的刺激 那么贝斯可以发觉 就是经过越训练的 越来越多的话 贝斯可以减造非常非常弱的刺激 那么这种训练的特异性能 是特异于眼睛 特异于你的视野 那么我们现在关心 经过一个月训练之后 能改变视皮层的功能吗 能改变甚至皮层下的功能吗 我们这里面主要看的是Human LGN 这里边LGN是 你以后下面这行里面 两个小红点指出了 左半球右半球的LGN 它是一个很小的挥制团 非常非常小 那么我们这里面 在训练前和训练后 去测量视皮层 V1V2V3LGN 对不同对比度的反应 对比度6 对比度24%96%反应 那么LGN其实是增加了6% 这个低对比度的反应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上这个图的灰线 在6%这个地方要比黑线稍微高一点 在皮层呢 我们没有发现这种增强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知道LGN它是可以分成六层的 它有红色的 再看B里面 红色的就是大细胞层 还有这个绿色小细胞 小细胞层是四层 红色层是两层 这两种大小细胞层呢 反应是不一样的 小细胞层主要是对颜色 高频的静止的刺激性反应 大细胞层呢 主要是对黑白的低频的运动的刺激性反应 那么我们用稍微比较高厂墙的字节呢 去分割出了这个M层和P层 我们发现呢 就是直觉学习呢 对小细胞层这个P层的A里边呢 并没有什么太多改变 它改变呢是M层的反应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M层的 在6%这个地方 它信号是增强了 而且M层的增强了 它本身是和信号的行为学的反应呢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呢 就是以前所有的研究都是说 都是研究 直觉学习怎么样改变我们P层的功能 这是我们世界上第一个研究 证明直觉学习可以改变P层下功能的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研究的发现 前面的研究第五研究呢 就是前面的研究呢 都是用研究对单个刺激的视觉学习的过程 但是呢 我们现在想把研究出直觉学习 能不能改变对复杂视觉刺激的直觉 啊是三分钟 好 我们讲Krotic 大致对拥挤效应 用下的话你盯住左边这个注视点 你用余光去看r这个字母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如果我们在还盯住这个注视点 把r这个里边呢 放上r这个字母的左边和右边放s和z 你会发觉r很难看清楚 然后这个原因呢 就是有两种解释 就是要么是你的感受也 对你r的感受也太大了 这个感受也里面同时加工rs和z s和z呢去干扰r的反应 或者呢 就是你的空间注意的分辨率不够 注意呢 把s和r混在一起弄成一个降务团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r和s分离开来 那么我们想知道就是这个这个 Crowling到底跟什么有关 首先呢我们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吧 就是在A这里面 在A和B这里面有两张图 背心呢其实是盯住A这个框里面的 右下角这个黑点 然后你去做这个target的orientation 朝向辨别预线 然后如果再加两个flanker的话 你可以再测一下这个朝向辨别预线 在第二种情况下 有flanker target的 那朝向辨别预线会升高 会看不清楚 那么这两种之间的差别呢 其实就Crowling 我们把这个Crowling 作为一个行为学的index 在C里面作为重种 而我们在用这个传统的 population receptor field mapping 就是群感受也的映射方法 我们用水平的bar和垂直的bar 来回的上下走入的动 去测量v1,v2,v3,v4 这些区域的感受也的大小 我们有趣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感受也的大小 和行为学的Crowling的index 在v2这个地方有相关 那么就意味着在v2这个地方 感受也可能跟视觉朝向的Crowling 有一定关系 下面我们就想 就是说Crowling 你能不能通过学习呢 让它变弱 或者你知觉能力会变强 同时如果你的行为学成绩提高了 你的v2的感受也大小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我们这里面用了一个 用了设计的这个叫 一个比较新颖的 population receptor mapping的方法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它可以就是盯入这个注视点 然后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中间那个光杉上面 这个中间的光杉呢 会偶尔的会这个朝向稍微变一下 然后你是注视点盯在注视点上 用你的余光去判断它要朝向的变化 那么这个刺激呢 一直在转转转 然后每天呢 我们让被视去训练 对这个中间的这个这个靶子的 视觉分辨 朝向辨别能力 我们在 而且呢 同时呢 我们用这个刺激呢 去扫过你的视野 做prf的map 那么这是我们基本的 就是一个刺激和实验思路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A是我们的实验刺激 B呢 我们在这一个刺激block36秒里面呢 我们比如这里面有36秒里面有18个trial 应该是18个trial 是次 然后再从400毫秒 然后800到 在这个400毫秒里面有一个朝向 800毫秒 下一个800毫秒朝向稍微变一下 然后在下面800毫秒朝向变回来 然后被视判断 这个第二针里面相对于第一针里面 它朝向怎么变 那么这个刺激一直在转 所以它可以可以作为你的prf mapping 我们这里面有ri-stimulus 有ri-stimulus 我们训练5天有训练前 训练后的有测试 我们发现什么呢 就是直觉训练 它可以减少这个orientation的crowding 可以减少这样crowding变得更弱 就从行为学效果然后A里面可以看出来 第二呢 我们发觉这个直觉学习呢 是其实是减少了VR的population recept field 如果他recept field变少的话 它可以看清楚一些更细节的东西 在C里面我们发现呢 倍视的成绩的提高和prf大小的改变呢 有一个很高的相关 这个呢是我们基本的实验方念 所以我们把智液学习它应用到更复杂的场景里面了 所以我们的总结呢 说是V2的prf跟我们的orientationcrowding有明显相关 而且呢这个V2的prf是可以有可塑性的 它随着直觉训练可以改变 而且是和我们的床向辨别的crowding有很好的相关 这是我们列带的这个合作者 有和一些资助的机构 这个是最后一张图呢 是我们实验室在2016年 在VSS上开会的时候 一些lab reunion 张如元呢还在这里面 当时还四年前 他还很年轻 那这里面还有Boss和John 在USC然后在几年前去世的一些事情 这是我们实验室和相关实验室的一个合影 最后呢谢谢大家 然后我的第一部分就讲完了 然后我下面这部分呢是讲张如元 张如元 嗨 嗨 这儿 我就接着还有三张BBD 我接着就这么讲了 好吗 没关系 没关系 继续 好 第二部分呢 我是讲 我自己呢是就现在目前还担任 北京大学心理认识科学学院的院长 麦格文的常务负责长 同时呢还是担任那个 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这个词呢可能对大家比较陌生 但是呢如果说 你要是来北京大学工作的话 你要你的startup package 就是启动项 启动经费的话 你一定会找我来要 那么学科建设办公室呢 有一部分工作职呢就是负责支持对青年人才的培养 同时呢我自己呢也在那个非常关注这个学校的整个一个青年人才招聘 北京大学对招聘的目前有三个 对青年人才有三个系列大家可以考虑啊 博士毕业生第一个呢我们就叫PI 我们叫教学科研系列 我们教学科研系列的话 目前呢是参照国际对标 学校和院学的水平 进行人员招聘和国际评估 他记得啊就是 无论是你 进来还是进行 贪扭评估的时候 我们都是国际化的 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呢就尽量是让 呃国际上的专家而不是国内的专家来对你进行评价 北京大学是在可能是在国内率先实行 Tenew Track制度这个制度呢跟美国是一样的 目前呢实施已经超过了十年 我本人呢是2007年回到北京大学 那时候我进入的那个Track呢 其实就是已经是了 已经是呃 已经是现在的Tenew Track制度了 进入到北京大学之后 在第三年结束的时候进行中期考核 这个中期考核并没有特别严格 并不会说要求你有多少基金啊多少文章 主要看你发展一个态势 在第六年的时候呢 我们进行你Tenew评估 Tenew评估可以延期 呃因为一些事情可以延期 但最多呢是到延到八年 你们在就是如果是能够入职到北京大学的话 北京大学和学院会提供相应的启动基金 会提供的呃 呃北京大学的幼儿园呢可能是北京市最好的幼儿园 北大副小呢也可能是北京最好的幼儿园 但是北京大学的附属中学呢也是非常好的中学 呃这些呢都是像面在九年义务制 这个教育阶段呢都是向北大的教研系列人员呢 免费呃呃 呃呃 呃呃可能免费开放的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呃 呃不够成熟你可以到教研系 不能不能用去教研系列的人 下面就是QPR 呃第一种QPR呢就是 叫事业编制的研究技术系列人员 第二呢就劳动合同志专制研究人员 这两类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协助PI工作 为什么要协助PI工作 因为你的工资主要是由PI和学校共同提供的 甚至PI承担的工资的待遇更多 你的工资的level 你的职称也叫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副研究员 正研究员 你的工资水平参照教研系列的人员 比如说助理教授多少多少钱 你的助理研究员也可能也就是类似的钱 可能一开始的话差别没有那么多 第三种就是postal 我们现在在打伯亚博之后 伯亚博之后目前发的钱是19.7万的校发工资 加上导师发的今天 导师发的今天目前来说没有什么限制 以及学校提供的非常好的条件非常好的 类似于旅店式的一居室的 单独居住的公寓 这个是免费的 博亚博士后呢 学校也正在考虑继续增加工资 当然导师的今天的话刚才说了 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 北京大学目前可能是在也在考虑就是 优秀的博士后可以晋升到 劳动合同制的专制研究人员 如果就再优秀的劳动合同制的专制研究人员呢 就可以变成 变成事业编制的研究技术系列人员 或者研究系列人员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做的好的话 可以从博士后到copy到pi 这一条路线呢 都已经勾画的比较明晰了 我们现在讲一下 这个大家是学心理学和脑科学的 就目前的职位空缺呢 是心理学院目前有五个PI职位是空缺的 心理学院的目前呢 是分成四个系 一个是脑椅认知科学系 管理与社会学系 临床与健康心理学系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系 这四个院系呢 对PI有不同的招聘和评估要求 那么脑椅认知科学的话 它很显然 它是面向科学前沿的 那么管理临床 发展教育呢 它可能也有一些应用导向 包括一些社会服务啊 这对PI都是有一定要求 就是稍微对这方面呢 有些侧重 我们这个五个PI职位呢 在最终的可能上都是用来 不用来招脑椅认知科学的 主要用来招管理社会 的大型的超级的计算设备 可以支撑我们比较大数据的运行 北京大学下面呢 是北京大学迈哥文脑科研究所 北京大学迈哥文脑科研究所 目前有12个PI职位空缺 这个心理认知科学 脑与认知方向呢 主要是从这个12个职位里面产生 当然这个12个职位呢 也面向做一些 比如说微观的 就是微观的神经科学 科学的研究 就是它这个职位 其实是心理学院 等等共享的 迈哥文脑科研究所的话 它是给什么 如果你入选 入选了这个PI职位的话 你需要选一个home department 比如说心理学院 生命学院 你入选之后会 迈哥文会提供 相应的PI经历 也就是说加工资 在校花的基础 的工资的机场 再加一部分 今天它会提供 很好的交流合作评论 比如说和以色列 和UCL 和这个MIT的 McGavin 很有好的合作交流 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这个是竞争 非常非常激烈的 它没有职位空缺 它是面向 所有的生命科学 相关的院系开放 以及北大的医学开放 它提供非常优厚的 PI津贴 还有提供 每年的运行经费 它保证你 不用申请任何经费 外部经费 就可以保证你的实验室 运行的很好 这些钱可以用来 雇博士生 可以雇博士后 它也提供了 非常好的合作交流平台 最后一个呢 是北京大学新成立的 人工智能研究院 人工智能研究院 里面有一个叫 人工智能的认知 神经基础研究中心 目前呢 是有两个 PI职位的空缺 人工智能研究院 目前是有 十个研究中心 其中有一个中心呢 是 是由心理学院来主导的 它是主要侧重于认知计算 这一块 这个是呢 大家可以到相应的网站上 心理学院 麦歌文 给大家看看这些信息 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网站的目前呢 还没有 正在 锦罗密鼓的制作中 大家可以关注 最后一当就是为什么选择 北京大学做研究 做心理学和脑科学研究 首先 我想北京大学的一个优势是 国际化 国际化 你目前 你就像在北京大学心理学院 每年 在去年的一年里边 我们有两百多场 国外的一流的专家 来我们心理学院 和麦歌文的会议院所 给talk 非常国际化 然后北京大学的氛围 大家也知道 自由平等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无论是在哪一个阶层 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好的东西在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评估体制 是非常公开透明 公平公众的 你探究评估的时候 十分的推荐性 我们基本上都从国际上要的 不存在一些小圈子 小同行的问题 来到北京大学工作的话 有一个非常好的 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资源 第四个 北大的心理学和脑科学 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 我们是A加学科 双一流学科 QS世界排名第47 大陆目前的一直是排名第一 第五个呢 就是北大有非常非常多的 优秀的学者 你可以在北大内部找到 你任何一个想collaborate的人 比如生命 信息 医学 数学 社会 管理科学等 那么非常有利于你个人的成长 对 我就讲这么多吧 看看教育 怎么样 谢谢范老师 我这边有好几个人举手了 我这样吧 我先点一个 就是已经举手的 我会把你加到 这个Panalyst 打开你的麦克风 要不这个 这个吧 方雨昕吧 稍等 哈喽 可以听到我吗 稍微听一下 方雨昕 能听到我吗 能听到你说话 但你那边有点吵 我这边没声音 OK 可以 现在可以提问吗 你问吧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范老师 我问一个比较general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一系列的研究 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在local上面的效应 它其实不是很强 比如说你看board 或者看别人后 但在Network水平上面 或者在connect水平上面 有个很好的解释 然后我自己做speech 我也有相同的感觉 就是在network上 有水平上面 好像似乎是一种 network的方式工作 但是这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network 本质上这个network 也是依靠local的信息构建的 比如说FCM或者BCM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在local的水平上面 我们test不到它的效应 但它肯定发生了什么 就到底是 在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没有 其实我没有说 这个local水平上 没有发生 那么在基本上 所有的实验里边 local的 decoding和encoding 都发生了变化 到最后一个 就LG上面 它的争议GAN 也发生了变化 都有变化 我觉得既有local 也有这个network的变化 对 然后的话 因为 decoding或者pattern的话 在local上面 确实能够做出来 但是的话 也就是说 最近有一些研究 认为这种 所谓的local的pattern的变化 而是由connection所drive出来的 就是 就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这并非没有可能 好 谢谢 对 好 行 下一个我这边看到的是 现在是点赞数最高的一个问题 然后 你好 聂启阳 你好 对 你直接把你的问题说出来了 好的 方老师 非常感谢您的报告 提到了很多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您说 喂 您说 喂 您说 叶启阳 他可能microphone有问题 那我把他问题念出来了 他就直接简单问了 就是你中间讲到的那个face的训练效果 这个训练效应对倒立脸也成立吗 就是这样的问题 face的训练效果对倒立脸 我做过这些 如果说你训练正脸的话 对倒立 我突然就忘了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我看一下 我可以回答吗 你回答吧 我是陈宁红 因为当时我参与了那个 然后我们是训练正义脸 然后测试了一些不同条件下的迁移 然后我们发现比如 是正义脸 然后部分遮挡的情况下 是可以有学习效果的 甚至于说性别不同 整个identity的不同 也是可以有迁移效果 但是如果我们训练了正义脸之后 我们去测道立脸 会发现这个学习效果消失了 所以这样的一系列的心理物理的实验结果 就支持这个学习很可能是发生在加工面孔那个专门的区域 而这个区域呢 是就是他认为正立的面孔和道立脸孔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道立的面孔不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face 是是这样 道立面孔也有一些 对 但要弱很多 道立面孔 因此 是